正在10月10号高雄市举办的升旗典礼中 主持人熊海玲在台上对着韩国瑜跟台下的群众大喊 总统好 这一点遭到高雄市议员李亚惠呢 在今天议会咨询的时候 对观光局提出了质疑是否有违反行政中立 观光局表示呢 其实这个活动是政府出前办的 熊海玲的行为也的确是违反了行政中立 将会对厂商来进行开罚 主持人违反行政中立 那这个也是在整个活动契约的一部分 那我们势必要开罚 那至于开罚是要罚多少 或是依据什么来罚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跟会计跟政风 我们在就合约的条文的部分 我们在研议 目前观光局正在研议这个条文 若是条文规定的比较不明显的话 将会采取减价收受的方式 是针对厂商而不是针对主持人 但是前天晚上的金曲之夜 也有民众在台下喊总统好动算等等的言辞 观光局表示 因为呢市列协办单位 所以这部分不会予以追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